在这里头啊 就是说 来了就能有收过 要是不来时间长了 确实在家里头 就是说 需要这个能量 然后有的时候 觉得自己觉得 好像学的差不多了 然后 就是天天听那个直播啥的 晚上的直播打野 其实有的时候 想想自己做的 还是很不好 像他说的 就是说 会病的 昨天我老公也是 下午说 我也不太好 然后 我去买点药 晚上我就想说 闭嘴 后来我闭嘴了 我说 我没事 然后那个 他说 我出院 我说那你去吧 然后我就心心 我说还是做好自己 然后我就想起来 他头两天说我 我说什么 我就跟他听鼻鼓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他说 哎呀 你自己还这么胖呢 你还说呢 你把自己先那个 你自己剪下来吧 然后我就 自己吧 其实想想 总觉得自己能剪下来 但是现在吧 就是说 还是觉得不想剪 从内心里头 还是说 不是说 那么对这减肥 其实我进来的时候 我就想减肥 但是通过学习之后 我觉得这里都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减肥是应该减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我就觉得 自己这样 能剪 能啥样 就啥样 然后 现在就是学药 什么的也都正常的 我也挺高兴的 慢慢慢慢学 但是我也觉得 首先胖吧 它就是 你体内堆移的东西就不 然后对身体不好 其实这本身是有病 但是只是说 有的东西没体现出来 有的只不要啥的 像在医院里检查 那个什么胆无存高 然后死胖 其实这就是一个 也是一种病 然后确实需要 而且就是说 只有通过减肥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的 其实通过别的方式啥的 也能也能减下来 但是那个也挺难的 那个壁股 壁股的时候 减下来特别多 但是壁完股的时候吧 如果生活习惯不改变的话 还继续胖 而且我就觉得 我现在就是说 通过壁股 比了几次 然后过后之后 生活习惯没改变 自己的就是思想再变 但是变得不大 还得继续学习 通过学习 然后让自己 就是说彻底改变 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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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